D&H 我的梦想有两个 我小时候因为很喜欢看书 所以我的第一个梦想是想做童书馆院 很特别 因为可以经常看书 但另一个梦想很特别 就是我想做一個舞蹈家 因為小時候 曾經幼稚園的時候 老師沒有選擇我做其中一個花花 所以我就想 會不會長大之後 我都很可以做一個舞蹈家 這只是一個小小的夢想 在幼稚園的時候 已經在我腦裡 有這個夢想的時候 我只有這件事發生 所以在我人生裡 我只是做我不想這件事 我小時候 就沒有那麼多機會 因為在我的年代 香港沒有那麼大的發展 找不到那麼多的知識 到我中學的年代 我就想著 跳舞就是我不想 所以所有的dance class 我都會去搜尋去找 在我大一點的時候 就找到一個演藝學員 我就進去讀書 原來跳舞都有書讀過 我就based on 這個位置 就繼續拿很多的 information 再大一點的時候 就去美國和日本 一直到現在 都是在這方面 一直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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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跳舞的人困難很多 首先說一下 因為這個藝術上的東西 跟其他的職業有些不同 在香港裡面 我們很難有一個 很實在的藝術發展 大部分的父母 就是我們的父母 都覺得 你跳舞 我沒有找到飯吃 這就是一個困難 因為我們本身 香港的社會的存在 不是這個位置 是最有成就 所以遇到困難 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 這件事變成一個 沒有成就的東西 但我自己就覺得 只是我一個喜歡的東西 我不需要有什麼成就 這是一個挫折 因為身邊的人 可能他未必會覺得 這是一個有用的位置 第二件事 我遇到的問題 就大了 因為是身體上 因為在我的年代的時候 可能小時候 未必有這麼大的機會 我十九歲才開始跳舞 跟其他人的時候 當我去到美國跳舞的時候 就糟了 他們的技能上面 是超越過我很多的 我會去到 跟別人一起上課的時候 我會覺得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厲害 為什麼我這麼厲害 這是一個過程裡面 有一個挫折的 但是問題就是 咦 怎樣去克服呢 就要一步步 自己去尋找 去找這件事 怎樣去克服這個問題 當然 在我的位置裡面 我自己覺得 每個人都有一個 fear Fear Fear就是要知道 當你知道了這個 fear的時候 其實要去面對 如果只是努力 可能未必足夠 因為我想我們 我們跳舞的人 其實每個人都會很努力 每個人都會去做這件事 但是跌倒了的時候 你怎麼去面對的 是最難的 沒有了 跌倒了 就起來了 因為我小時候 有個偶像 跳舞的時候 跳現代舞 是Marvel Graham 我曾經在紐約看到他 七十幾八十歲 還坐在那裡 還在那裡教人 還有我在紐約的時候 有很多這方面的舞蹈家 其實是感染了我的 所以我覺得 我未到最後一天 我都繼續可以 動動和跳舞 如果我有什麼 跟年輕人說 就是你尋找了你的理想之後 就繼續在這方面去研究 比如你喜歡跳舞 或者你喜歡做科學家 你想到的東西的時候 要去深入一點點 不要留於表面 找到一個知識 然後找其他外在的東西 去幫忙你 然後去跟前輩去聊聊天 去吸收一下他們的一些 過往的經驗 因為我覺得經驗的分享 都很重要的 我們每個人有一件事 其實可能自己未必有一件事 可能我們大部分 最初是看到或者想像到 當我們變成看到和想像到的東西 變成一個我們的理想的時候 其實過程要多點去分享 因為如果只是一個人做的時候 其實是很孤狂的 如果有其他的很正確的能力 或者其他的人 會跟你分享的時候 這條路向會堅持得來很多 我有一個很特別的位置 因為我跳舞 我會感受自己的身體 我叫做Bird Ride 每一次當我進去跳舞的時候 或者在做一件事的時候 我最喜歡的工作 變成一個不辛苦的工作 當我最喜歡的時候 我以為很辛苦要去做 但當我最喜歡的工作 進去的時候 那是Bird Ride 我的皮膚會出汗的 會很開心的 我內在裡面 會有一個很感動的感覺 而不是只是一個時刻 而是我這麼多年的經驗裡面 全部都是 所以我想應該會找到 因為是一個sense 你有了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不會放棄 還有找到你真真真心 真的喜歡的那一件事 補角力的四句句語裡 我想我會選擇 堅持 總有支持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很適合我 人生的感覺 因為我一直都堅持 從來都沒有放棄過 但我在這個堅持裡 我都尋找到這個支持 因為我這個感染力 其實感染到我身邊的人 他們都回頭來支持我 而我也會支持我身邊所有的人 所以這句句語是最適合我 配合我的人生